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您听她在今天的英强试点中 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干货 英强 好 我们看到这是一位新来的 《谈古论金》的主持人林立 其实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 应该对她很熟悉 她曾经主持过 本《一彩》里头的第六交易日 那么这里头我们得特别跟她提 除了看我们这些《谈古论金》以外 第六交易日每周六晚上6点 那里头您能够 也就是经常能看见她那节目 那我们今天既然提到了英强试点 回到这里头咱来谈谈 今天咱从哪个视角切入 视角呢就说很多人说了 今天放量起了或别的 但是咱看到的就是 行情从2638点开始往上涨 到今天2904收 总共涨了将近有10% 但是这融资盘 你看这行情在这涨 涨了多长 1月27号建的底涨到今天是3月17号涨了一个多月 但是这融资盘没随着这个行情起而涨 而是当时2638点的时候 融资是9230多亿 9290多亿将近9300亿 到昨天为止 先别说到今天 到昨天收盘为止 整个市场当中 在过去上涨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一共减掉融资1000个亿 你就说咱是有图有真相 我说很多人就说 真的吗 你看一般说了行情一涨 这融资就跟着增 但是行情现在是涨了将近有10% 这融资却减少了将近有1000亿 这里头它说明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在这里头讲了很多 这是整个的一张融资走势图 从最高点这个位置 也就是5178的时候 当时是14000多亿 我得这亿 14000亿 到昨天的一个收盘为止 融资融券余额 连融券都算一块 4850亿 也就说减了那一没了 就这一已经没 就剩零头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1月27号为什么要画在这 因为当时大盘就在这天 见到的2638 从这开始一路减 甭管上海也好 我们画这条线 这是深圳 一样全部往下砍 但是这指数 我说了 它可不是往下降 它是往上升 我们曾经跟您讲过一个概念 什么时候这大盘涨融资跌 只有在整个波浪形态当中的第二浪结束 那前才是真正市场当中出现的景象 能说其实我也不相信 我们说你看当时搞元宵佳节的时候 当时我们和公司宇航业两档节目一块合并 就是闹元宵 写春联 我跟当时公司宇航业里另外一位嘉宾之间还谈论 到底是今年上半年有行情 还是今年下半年有行情 很多人说了 这肯定今年下半年 他说今年下半年 上半年不可能有 但是我一直认为这段上半年才是有这波行情 为什么 基于什么理由 第一是主力挨套 这是我说的 这市场当中从来没见过的景象 第二个其实就跟我们所说的这融资有关 当时大盘在1月27号当时见底之后 这融资明明是涨的 部长反降 记住我的话 既然波浪12345 五波结构 只有在第二浪的时候 这个融资才会有这种景象 我曾经在这个节目里头念过一段 关于第二浪 它为什么要走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现在已经表明了就这种景象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大盘是带着量过了这个高 前面那一高 那是不是双几成型 是不是将要展开我们所说的这春季行情 一会儿我们请现场的嘉宾聊 不过我们说了 在前几天市场当中 很多人当没有信心的时候 被这种市场无量上下震荡 折磨得够呛的时候 我相信如果您要看我们的节目 每天我在这儿都给您打着气 记住了 当然我在别的地方说过 你可以骂我 你可以骂这庄稷 你可以骂谁都行 你发现你自己心里的一个不快 为什么呢 因为每天账号里都在缩水 行情虽然天天在涨 自己那账上的钱不增加 你可以逮谁骂谁 但是千万不要卖出你手里的股票 你别拿它作为一个撒气的东西 这里头我特别要提示 但是现在行情起来了 我当然知道我们股民就有一特点 下跌的时候非常痛苦 甭管是痛苦到什么程度 只要你一涨 我问你 今儿涨完这一下 昨天你痛苦的那劲儿 你还想得起来吗 你想不起来了 如果再给你涨一天 你乐坏了 我估计晚上还得外吃饭去了 请客 高兴 挣钱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说经过每一轮的一个走势 或者是不管是德与诗 摔了多的跤 摔了多的跟头 这教训有多大 希望您能记住它 当然我们说了以后这种行情 不知道某年某月才会再次到您的身边 但是我希望您能够把过去这五六天的一个走势 或者是您心里的这种心态记录下来 当再碰见这种行情的时候 一定想一想 我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好吧 今天我们就拿这个作为一个开场 行情长起来了 大家都是愉悦高兴 但是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扛过了今天 但是我们从最后的一个走势 也别不是说不告你 最后 在最后的15分钟之内 我们发现市场当中 还是主力进场 跑步进场 散户拼命撤退 这种现象 又是 我不能说是全国股民都看我们节目 也就不要希望出现在我电视机前 看我节目的那些观众身上 好吧 今天我是拿这个作为一个开场 也是我相信很多投资者 经过这么多天的一个郁闷 抒发一下自己的感觉 好 听完这段 我们看到今天突然间上涨 是不是跟美国FED有关 不加息 是不是和明天的股指期货有关 平稳过度 是不是因为万科没有复牌 最大理空没出现 到底是因为什么消息 我们的编辑先给您做了一个汇总 您先来看一下 今日市场冲回强势 此外美联储预计 今年将加息两次 低于去年市场做出的 今年加息四次的预期 受市场对美元悲观预计影响 昨晚美元大幅下跌 人民币快速上涨 资金方面 昨日 要和下调中期借贷便利操作 MLF各期限地率25个基点 三个月MLF地率下调是2.5% 六个月期降至2.6% 一年期降至2.75% 至此 MLF地率降至2014年9月 开始发行以来的最低水平 板块方面 近日 发开委振兴司 组织召开东北地区振兴系统工作推进会 明确有关工作要求 和需要地方配合做好的事项 听取地方对专项资金安排的意见建议 机构分析称 东北振兴工作的大力推进 将利好高端装备制造板块 基建板块和国际改革概念股 好 我们看到这些消息 刺激了整个的一个盘面 当然了美国FED加息 虽然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但是早晨大家可能没太注意 咱们这儿是高开的 但是开得很小 往上冲了以后就回来了 如果说拿美国FED降息这件事情 作为今天整个行情上涨的理由 不充足 因为早盘充高回落过 这条我们说得怕 因为这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所以说今天 它其实并没有真实的影响到今天的盘面 但是还有其他的事 当然我们得回来介绍一下 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 来听听他们怎么来看待 今天这种放量 供过前期的某些高点 这个行情后续将如何演绎 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场的两位 一位是叶鹏飞 另外一位是葛建颖 那么两位晚上好 我们这行情起来了 很多人说了 纠结半天该买该卖 就是给了答案向上 我想听听您怎么看待 后续的行情发展 先从叶鹏飞您来 我记得上次我做节目 就是在上个月底的大阴线 百分之七的大阴线 现在观点维持跟之前不变 还是我觉得 从整个大的来看的话 我觉得 今年上半年 不说上半年 至少今年年中 应该会有一个比较 大的一个上涨空间 就是说至少是下跌 上涨的比下跌的空间要大得多 应该是说可以说 它是修复一月份的 整个的下跌的一个空间 一月份是从3600下来的 也就是说上面的话 连0.382都没到 对 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个 把这个一月份 这个大阴线给修复掉 那就说可能在二三季度 应该会有一个 差不多能有1000点的涨幅 但这个也不用特别乐观 1000点3900啊 对 那是2600到3600 对再收回去 但是这个修复的话 它可能是在整个全年 是个夯时的 也就是说 如果真的找到地方的时候 也不能太乐观 但是整体来说 从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它的反弹 还在延续当中 我刚才说的是大的 现在小的话 就是反弹还在延续当中 当然今天的话 更加的就是说 这种走势就更加的 就是说让这个反弹 就是说走得更加的确定性了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 真正的上海这边 可能还要等到3000点 然后这个创业板这边 可能还到2100点之后 这个市场才会 就是这个真正的底部 可能更加的扎实一点 或者是很多人 现在还是在犹豫 对 因为你要不过这个点吧 还是说可靠嘛 是不是只是反弹 我这资金要不要进场 而且我这进来以后 它只到3000 那现在今儿都2900了 我这挣100点 我跑出来干什么 所以犹豫还是在犹豫 所以这地方就是说 看你什么一个心态 和一个立场去看 如果你看中的是今年上半年 或者是整个全年的一个上涨空间的话 你这个地方3000点下方 完全可以买的 对吧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可能要看技术了 可能要等到它突破3000点 那这个都无关紧要 当然有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这地方一定要有个什么 借机用忍的心态 就是这地方像今天涨了 我不排除 明天很可能还会回压一下 还会反复 但这个反复的话 我觉得你就忍耐这种底部的一种构筑心了 那当然突破的话 那就更加的就是说 会让你的就是说 这个个股会更加的活跃 或者资金进入会更加影响 它量我相信也会放出来 反正市场就是说 目前就是说 还要从两货这块传递出来的信息 包括注册制 包括信心版 这两块的话 我相信是管理层对这个市场的 可以说是一种态度上能呵护 至少能看出来的 那么还有一块就说 中小创这块 我一直说了 这地方一定是市场 要把它做一个风向标的 就如果他们走的不是特别乐的话 就代表着整个的市场的 不是就是如果他们长得不好的话 整个市场当中没有挣钱效益 对对对 暂时还是不是特别的认同 这是肯定的 因为中小创这块的话 毕竟它代表着市场 因为市场我现在不认为 就是说能够有大量的增量资金进来 是 那就说大量增量资金还不能进来的话 那么这一块的话 可能还只有去看中小创这块 因为存量资金 只能是在这个两个市场 来回转 来回转 不是朝着这个就朝着这个 但铜锣的最终目的的话 我想它还会在这个 中小创这一块 因为这块相对来说 对神进 对 那所以就整个来看到 我觉得现在目前就是 心态还是放平和 就是这地方一定是个底部 但这个底部就是 它开始慢慢怎么去反弹起来 而且这个我相信 后面空间也会很大 同时来这市场就说唯一缺少的就是 现在还缺少一个风口 这个风口我相信 就是龙头吧 对 这个风口的话 一直现在没看出来 就是说市场的资金也在犹豫 像这两天的中小创比较活跃的话 但是还没真正的形成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风口的一个突破 是 那就说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个市场 还不是特别的就是走得很厉害 就没把龙头拽出来 对 就是说这个龙头必须得两到三个掌停板 才能够看出这是整个这个集团一起在攻击 那代表资金是有计划有步骤 而且是有统一方向的 但这个资金我也观察了 就是这段时间呢有点犹豫 就是说有部分资金 是想尝试着之前的一些热门题材 现在是打带跑 就打起来完了牛奶就跑了 对 热门题材它是想冷饭热炒 是 但炒的话上面的压力确实又比较大 是 所以很难找 但是这个新的题材呢 像比方说什么人工智能这块 像新的这些题材概念的话 它想做的话呢 就它又缺少了一个群众基础 是 但同时呢就说 这块可能筹码收集的 不是特别充分 因为这些题材都是采出来的嘛 主要这是机器下了人 也就刚下了那么几盘起义 那钱说了 开始布局也不够 时间完全不够 所以就是因为这块东西 就导致可能这个资金 对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够 很好的有个充分的准备 所以就是说这块呢 就是说封口还在这个 酝酿中 酝酿中 如果一旦这个封口形成的话 我相信这个尤其像这个创业板 这个趋势马上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尽量去说 去多观察这块东西 但我相信好的票 这地方完全是 你可以大胆地去布局或者持有的 好 这是您的一个观点 我再问一下葛姐 想听听您怎么看待这个盘面 现在我们说了这市场当中 原来在这个位置上 2900重要的一个关口 这儿是而不过是而不过 是了好几回都给打下来了 但今天有效的突破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那后头上去是不是还回来 或者是在这儿还接着这么正 我想听您这方面的一个看法 好的 实际上对整个市场目前的状态 有一点首先先肯定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 那么这个底部实际上上周做节目的时候就看过那个周线的一个情况 那么周线的情况实际上我当时就给大家讲过 周线的级别已经出现了一个MACD的三次的底背离 所以它这个反弹的力度相对来讲是应该是比较大的 那么然后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双重底 那么就是2638这么一个双底 那么再往近的话 再往近看它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震荡区 那么震荡区 我们还有一张图是一个三角形的震荡区 它非常的明显 那么今天实际上它是一个突破了这个三角形的一个震荡区间 那么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它有一个回踩的过程 那么这个短期的这个位置呢 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位就是2850 但是今天因为它突破了这个三角区了以后呢 它可能回踩的高度 有点上移了 对2875这个附近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是明后天可以看一下这个2875和2850这一线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个地方再次形成有效的突破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形成了一个底部的一个形态 如果要是如此的话 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您说这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结构 我们说不管三角形反正是从这儿出去 量幅应该是从这儿到这儿的一个直线距离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从形态当中来看 而且也正好是一个W底突破的这样的一个 实际上这个目前的反弹 我们先首先看反弹 我的观点基本上还是没有变 就是把这个反弹的高度定在这个3250到3300这一线 正好也就是这个W底起动的 对实际上就是这个差不多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要是站稳的话 我觉得就有效突破的话 它就是起一波行情就起来了 因为当时在这个区域内 还有一个M头的一个景线 应该是在这个区域内 是吧 从这儿跌破的 您刚才说反弹的一个区域 也正好是反弹这个景线 就是说反弹到这个地方的话 它受阻的话可能还会有一次下探 但是如果要是突破的话 那么短期的反弹的多空分界线 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上去我觉得行情就会展开 目前来讲还是看反弹延续 的时候能够给出点什么样的一个利好 或者什么消息 能不能够看这市场里头 有些什么动作 才能够冲得过去冲不过去 然后再说了 好我们回来再问一下这个彭飞 听见刚才您也说了 市场当中因为存量资金 必然是选择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强势 或者市场当中的一些热点的一个概念 来进行炒作 但是现在市场当中都在等 两会之后 到底国家会推出哪些政策 来影响到市场当中的这些行业 再观察 另外我们说了还有其他的 这既然说了美国不加息 昨天我们看到所有的煤炭的有色钢铁 再加上黄金的这些大宗原来又暴涨了 是不是这个行情能够延续 或者是您觉得市场当中还有哪些能够带动人气 或者是将这个行情往纵深发展的这些板块 想听听这方面的看法 我个人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在成长股这一块 那么就是成长股这块的话 它分为一个就相对来说 我一直说的像精准医疗 像这个软件大数据 像这一块的话 网络安全 那么他们可能已经相对来说 这个行业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了 那就是它的业绩的话 我相信在明后两年 或者是今年很多这些行业当中 会有很多的业绩开始释放了 就是说这一块的话 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大家去精选一些个股了 那还有一块就是说近期比较热的一些 像这个人工智能这块东西 那这块东西的话可能就是说 因为它的题材是刚刚开始 从市场角度来说 筹码的一个建仓还不会很充分 那从这个产业来说 也只是刚刚开始就是出现了一个 不是 他也担心万一这个韩国旗王李适时 然后把这机器给赢了 他那你就你说我进完这货 他把机器给赢了 你说这智能机器 它是到底炒是不炒 但是没想到它是机器把这人给赢了 不是 他这块的话就说 这个市场的一个炒作逻辑来肯定不是 其实应该让那机器来炒炒股票 看看能赢不能赢 对 但是就是这块的话 我想这块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它是目前还停留在概念性上面 这个概念性有一块最大的特点 就是说它的估值空间比较大 但是它的炒作结构了比较迅速 或者就是一阵风 但它空间可能会很短实力 你还没反应过来 可能它空间会很大 但是挂完之后 它可能暂时就泄火了 所以这是因为它市场的一个 筹码的建仓不充分 原因导致了 还有就是这产业还不是特别的一种成熟 就是它还没有真正能够体现出来 为了一个就是产业的一个持续性 或者是一个成熟性 那当然这块就是人工智能 这块主要有几块 结合市场有几块 一个是识别技术 还有一个就是说无人机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VR 这几块的话 可能像VR这块的话 可能相对来说 机构以及运作的相对比较 得到市场的一种认可的 但是其他的话就说 可能就是说关注度不是特别强 但是就是我刚刚说的意思 就是成长股呢 就是说当然这块东西 它也是成长性的东西 就像我之前说的 它一直都是像这个Google 像这个联谱 他们一直在收购着相关的公司 所以这也是他们为了一个发展趋势 所以这块就不妨我们可以多关注这块 同时因为资金囤积在这块 就是说你的这种波段性的东西 可能也很好做 但是这个一定就是说 要把握好它的一种节奏 这很重要 当然就是说更多的我们还是寻找那种 比较成熟的有未来有核心技术 业绩有保障的这种成长性的 而且还最主要的是 最好主力能被套的 或者是主力深深地介入 在这些品种 您觉得就刚才您举出来这几个例子 就是说前一阶段 有炒这个VR或者什么的 可能就是介入比较深的这些东西 可能他们如果说行情真起的话 主力为了解套也好 主力为了能够迎合市场当中的一个热点 那么可能还会有这种再起波澜的一个感觉 但现在还有一点就最重要 就是现在包括新的一些概念东西 它的一个题材出来 就是分化不像之前 炒了就炒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才分化 它现在不是的 我现在发现 它可能就是在刚刚开始炒的初期 就开始分化了 所以这块就是说 一定要跳好了 它是需要精选了 确实是这样 我明白 我们说同一个板块当中 可能有主力专做某几个 其他那几个连管都不管 你爱跟不跟不爱跟拉倒 有点这种 所以说还是找那种放量 或者是真挚能够启动 再找龙头 还是基本面有核心的东西的 好 这是您的一个观点 回来我再问一下格局 想听一下您最近又在关注哪些板块 我们说市场当中 现在要论板块论概念 应该不下个将近上百个 应该得有一百个这种概念 什么板块什么的 但是我想听 在这样的一个多的一个 行情当中这么多的一个题材 什么搞笑 军工 什么无人机 然后刚才说的VR 再加上什么锂电池 有一个算一个 这都很多 我想听一下您最关注哪些呢 实际上就像您说的 就是可以关注的板块非常多 也可以操作的股票也非常多 那么肯定短期来讲的话 肯定有侧重的 那目前我的侧重呢 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 那么这个新能源汽车 为什么我比较重点关注它呢 它有几大内容 一个就是说它这个 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和产业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确定性的一个 而且国家在里头投入的资金 非常的庞大 对 这是一点 那么还有一点呢 它的发展需要有动力和目标 那么我们可以拿国产的这个 新能源汽车和国外的特斯拉 美国的特斯拉来对比 实际上这是我的亲身体验 因为我在这个国产的特斯拉呢 它自身的这个续航能力特别差 就是说它冲一次电 股票就跑几十公里 那么特斯拉 我这次到美国去的时候 体验了一下 体验了一下这个顶级顶配的这个特斯拉 它有几大亮点 一个就是说它的续航能力达到了四五百公里 就四百五十公里左右 就跟咱们加满一箱油的一个概念 对 一样的 然后呢 还有一点 它现在的无人驾驶技术 已经非常的先进 和已经达到了实用的程度 那么可以 就是说你在正常的行驶状态 你是可以全 就是 睡觉吧 对 就可以睡觉的状态 所以说在这个 就是说我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技术和它的目标方向 已经非常明确了 是 那么我们的 我们的追踪的这个 标的 就是说我们的技术的这个目标 就是向它们那靠近 所以说对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对国产的这个特 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 就是有了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是 那么前面到它的一个材料 和它的那个锂电池 这些都属于材料的一个内容 那么还有后续的 就是说它的一些配套的 那么就是说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国外的这个特斯拉 它的里边的这个车体的这种材料 和它的设计的这个形状 对吧 它的流线形 反正就是说 有很多的内容 可以让我们去借鉴 也就是说 从整体的这个行业来讲 从技术 从它的材料 从它的整体 还有再加上它的一个配置 我觉得都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去挖掘 再加上国家的这个就是支持力度 比较强 对你像上海地区就是买电动车 不用摇号弄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这个牌照的那个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行业和个股 有很多的内容 而且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 去可以做 可以交易 那有说这里头 关于这个电动车 它涵盖了几个概念 第一个是充电桩 第二个锂电池 第三个是生产汽车的 然后再加上我们所说 其他的这种植灯环保 您觉得这几块 哪个是最重点 我现在实际上 我现在的是有两块 一个就是说它电池这一块 电池 电池这一块实际上 上游中游下游是分哪一块 到底是锂矿 还是说生产正负级 还有是生产哪一块的 这个是封装测试 到底哪一块 那我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是前期材料 前期材料 因为最近好像是锂的一个价格 涨得很高 这一个月涨四回 而且达到了16万块钱 一吨的那么多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现在做的就是两块 一个是锂电池这一块 还有一个整车制造 就是车体的一个生产 对我觉得这两块 是比较重点关注的 那我们说了 您就关注这一个 也就觉得在两会期间内 反正从环保的角度 从节能的一个角度 然后我们说市场 国家重点扶持的一个角度 应该跟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度 而且国家重点投了这么多 其实我不说 我们借这话题 我也正好回来要聊一聊 我们说这聊什么呢 一个国家政策 从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实施 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 我们说这个行业 既然我已经投下去这么多了 我曾经在这讲过 日本为什么衰退了20年 跟它当初90年代初 80年代末90年代初 重点投资 我们所说的那hi-fi 就是录像机录音机 还有什么磁带 就跟这一块 就是那模拟技术 最精尖尖高端的那块 模拟技术 最尖端的那一块 他做了 你像沃克曼还有在加弦 他当时国家是请其全力 做了那一块 但是做完之后 没过两年 全给打垮 让谁 就是让那数字 就是1010那数字系统 全部干掉 你再也看不见录音机了 你再也找不着录像机了 你也看不见 我们所说那什么磁带 沃克曼什么都没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说了 这比你那高清多了 你说你那再高清 我跟你说 我买过磁带叫三氧个号二铁的 可能电视机前很多人都没见过 还有二氧化落的 就说他以前做那磁带 已经做到这么尖尖端 将这种稀有原料搁到那里头 他要录64轨音道 当时日本就说 他要做这模拟的这块 就做到这么精 就一大交响玉团 连那个小叉的声音 他那磁带里头都能输得进去 录得着 但是后来怎么样 全区 当时他是在那玩老命的弄 但是这一做完了以后 投入了几十万亿日元扔下去 最后全程废剧 所以说一项政策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兴衰 那就是影响到未来十年 我们再讲 就说他为什么弄20年 日本就一直起不来 就是因为当时他把这些钱基本上投入 都投入到那个市场当中去 但是投进去 最后成一堆废纸 他那一代人 本来应该是投这么多钱 要解决就业 弄个税收 国家经济增长 没了 中国曾经也有犯过那样的一些错误 当然不能提到四万亿 但是他也是影响到后的几代人 我们说这也都是官邻 就是一步一步你自己去看 现在国家基本上倾尽了很多的一个力量 去投入到我们所说的新能源这里头 还有一项就是我们那亚投行 一带一路 那是真正的去产能的一个关键 现在很多人都说了 这国家到现在 为什么产能就起不来 需求起不来 您别着急 您等着那一带一路 您等着那亚投行做出的第一单 您就知道这去产能的动作在哪 好吧 今儿我们这听完现场两位嘉宾 我再跟你一块闲聊几句 那么下面咱们得进入 谭国伦金的另外一个小板块 鹰墙信箱 鹰墙信箱 今天我们拿来一封信 这封信是上海嘉定 嘉定区的一位观众 而且他不是说写给我 其实他主要是店里给写给了新的证监会主席的 你说咱这个平台就是股民的家 股民想说什么 当然咱也得宅 你不能说写的太那什么了 当然写的还可以的 我们就在这给您发发声 然后可能相信一些监管单位能听得见 然后我们说这是股民的心声 咱就拿这个作为一个引子 那么也希望我们广大观众能够多给我们节目多带信 那今儿咱先看看这封信 他写了什么 这位是上海市嘉定区 南乡镇的一位宗先生 他说鹰墙你好 他说我是上海嘉定区南乡镇的一位散户股民 每天不间断的收看《谈古论金》的节目 真真正正的感觉您是我们散户的贴心人 当然他这么表扬我 我肯定要得念他几句 自己夸自己 而现如今我们A股市场 似乎好多人都处于亏损状态 而且市场的波动非常的大 早前出现过几次 个股大幅跌停的一个情况 像这样的市场 我想谁也不敢贸然进入 我经过再三考虑 想写一封信 把我对股市市场的问题和想法写出来 不知道您能否将我的信 转交给证监会刘氏与主席 当然他在北京 我在上海我也看不见 当然证监会都在北京的主要机构 但是我相信我这么念 那么他底下的人应该能听得见 是不是能够给他转达 那你就不清楚了 让他能够听到我们广大散户的心声和想法 他说非常感谢 他说尊敬的 你听下面就是 这不是写给我的了 写给咱刘主席的 尊敬的证监会刘主席您好 他说我是一个有着十几年古龄的老股民 经历了股市的风风雨雨 但从来没有遇到过像现在这样的市场 不光是你没运见 你看那公墓 私墓 那些大佬们都晕了菜了 我看你都糊涂了 这是什么市场 包括我们所说那些国家队的操盘人员 也没经历过 他说我觉得如果要想吸引更多的人 更多的资金来到这个A股市场 使这个市场再度活跃起来 有两个问题要引起注意 第一个 在制定与股市相关政策前 需要更认真的调查和研究 政策要符合我国的国情和A股市场的特点 因为我们的证券市场 有好多好多的散户 与国外机构为主的市场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 我国的公募基金与国外机构性质不同 不少公募基金并非自负盈亏 所以在投资上缺乏责任性 当然这是他的一个讲法 当然我们看到最近包括什么一些政策 其实已经非常的考虑到 我们的市场的一个承受力了 他说我觉得 要摆脱现在股市上的两难局面 就必须把股市搞上去 当股市有了赚钱效应 新的投资人也就自然会进来 其实现在在市场当中 如果说按照我们的银行存款 大概将近有50万亿闲置在那里头 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 引导这些资金 当然我们说了这个市场当中 总是感觉 我先进来就亏 进来就亏 你牛脸谁也不来了 也就说这个挣钱效应是必须要有的 他说的 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底部区域 就像一捆干柴 只要谁先再带头点燃 就会熊熊燃烧 可能您还会担心股市上 上行会出现什么压力 但我们老股民是知道的 大盘上去了 被套的投资者看到股市稳定了 有赚钱效应了 他们原本想跑的思想也就会改变了 而早前不进场的肯定也会进场的 想割肉的也就不割了 反之如果股市再往下跌 原本不想跑的人也想跑 这样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股市也就会越跌越深 包括咱们证监会想推行的 什么这堆政策 或者是他提到的国资国企改革 其实是需要很多 我们的民间资金来作为一个配合 那么如果说民间资金看到这市场就害怕 听到说买房子那都强 你咱就说了 当然我们说也要理性的去投资 我们说这市场当中 包括十多年的老股民 发现2600多点 这位置按照他的一个概念 或者是按照我们嘉宾里头的这些概念 这就是一个底部 但是你看 这股市就跟别地不一样 越是底越没人来 我们就记住了 中国股市就这么特殊 越是底部的时候越没人来 越是头部的时候抢着开户 绝了吧 我不说我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人 这些观众您经历过上涨下跌上涨下跌 有的是在头部来的 有的是在下头来的 但是我希望底部 记住了底部才是您最后赚大钱的时候 这头部是在那凑热闹的时候 别下去 这安心为主 我们说经常提到有信心 我们总理不说了 你有信心 我就有信心 信心给你了 别动不动 你看就像今天委事15分钟 散户就在那玩命脉 你那叫有信心 这是 好 今儿咱这信就读到这 当然我们也希望很多其他的观众 当然我们说了 这都是替股民在发声 我们说股民很多人都知道 这市场应该怎么弄 我相信我们的监管层也知道 但是它也得是有步骤 一步一步的来 好 听完这段音响信箱之后 下面我们听听场外的嘉宾 对于今天整个市场行情走势 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我们来听一下 今日大盘走出了 预料之中的二八分化格局 阶段性的反弹行情有望展开 而且早盘有假的一个冲高回落的动作 筹码交换相对的一个充分 所以后市可期 创业版反弹的目标位 首先看2490缺口一线 但是反弹行情也不会一气呵成 震荡上升四处旋律 本人看好的板块 有虚拟现实计算机软件 新能源汽车等 本人仓位从上周3月8日早盘至今 满仓虚拟现实板块内龙头品种 今天创业版和声势表现强硬 昨天是下跌缩量 今天明显放量的羊包硬 说明昨天的下跌是一次假摔 从技术上看 短期小市个股机会 我觉得会多一些 银行保险这类权重的温和放量 看上去比小盘股要慢一点 要弱一点 但今天这样的行情 他们仍然保存着体力 其实也是一种对未来叙事的体现 如果遇到小盘股下跌 那么权重到时 就是稳定市场人心的一个对冲剂 大盘在震荡中攻击3000年 这是我对3月份 整体市场的一个判断 2638点至今 已经横盘了差不多震荡 两个月 也正在印证 势底不反弹这句话 即便市场继续的横盘 那么时间显然已经是多头的朋友了 今天回到谈股论经 那接下来有请英强 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股市聊聊8 股市聊聊8 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去讲解双赢 这样的一个策略 如何能够成为赢家的一些心理要素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昨天我们讲了5条 今天再讲 第六 亏损时一路买进股票 加码摊平 对不起 这件肯定是一个错误的选项 如果要这么去做的话 我们说了 越摊越平 有一句话就是越摊越平 你越这么买 最后越亏钱 第七 是受盘面影响追逐行情 我们经常说了 在提前没有做一个充分的准备 包括我们看到在今天 他当突破这个趋势线的时候 您做了什么动作 或者是他跌破趋势线的时候 你又有什么样的动作 但是我们经常会看到 受盘面的一个影响 动不动 一个又这掌的 喝 追 经常有这种感觉 不能控制情绪 不能控制情绪 我不说我们在前几天 如果您要看过我有地方 我们叫博客那里 您记住了 情绪是什么 情绪其实就是你操作过程当中的一种体现 操作动作的一个体现 我当时就劝 我说你一样有什么不愉快 记住了 你可以用骂的 你可以用恨的 但是您怎么骂都行 我说你可以骂我 你也可以骂谁谁谁都行 但是您不要自己 动不动 您要控制情绪 就控制自己想卖出股票 那个动作 你只有控制住了 今天其实你再回想起来 像当时的景象 你就知道如何成为一个赢家跟输家 它到底不同在哪 就是在那个点上 我也知道 有的股票跌了 你控制了住你的情绪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第九 期待行情婉转 什么意思 就是买完股票 他就觉得行情得涨 这就是底了 我买进去那就是底了 第十 进场离场 结缺乏耐心 我们说这个都是很重要 也就是说你进到这市场当中 我们说进去就明天最好能涨停 我们投资者马上明天我最好能获利益 最少马上脱离开5%以上的我成本区 我心里就踏实了 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但是真到5%的成本区以后 他就开始讲了翻倍 不翻倍我不出来 没有50%我不走 这不忽说吗 但是真涨了50% 你问他什么时候卖的 我就挣10% 我落袋就为安了 我们很多散户都是这么干的 已经设定好了 好比说这一次 就咱就说W底了 举个例子 这2300点 但是真涨到323的时候 你问他 他手里还有那股票吗 没了 他肯定没了 为什么 他在3000那附近一震荡就跑了 他没有耐心再拿到什么3233那个位置 都知道这W底底涨到那去怎么样 也不敢拿着 为什么 没耐心 这就是我们散户当中 很多人会出现的一种现象 好 那么我们这股市聊聊吧 现在接着咱就聊到这 那下面我们得进广告 广告回来 有我们的明日抢先报 打扰你 别走开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那在听完了股市聊聊吧之后 在明天的操作当中 我们的投资者应该关注 哪些重要的点位与指标呢 马上请英强带来 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证综合指数的走势 其实这几天已经都表明了 它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了 其实这为什么一直咱讲 我让你别卖 别着急 上证综合指数日线图 均线呈现多头排列 上升趋势不变 明日的重要支撑位在2890 今天收盘点位是2904点 您看大概也就15点的这么一个空间 应该是会有很强的一个支撑 突破颈线 越过前高 双底成型 春季行情开始 买入 持有 记住我这话 突破颈线 越过前高 2911 2911就是前高 过了 今天最高达到了2921 双底成型 有人说了 你不得过2933吗 才算W底吗 不对 因为这个W底这线 这颈线位是斜的 不是平的 你要平的行的 它是斜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连线 而且它在这位置上 是一个复合型的W底 你记住我这图 看好这图 跟一般的W底还不一样 我们说有机会 我再跟你讲 为什么它不一样 量能大于上周基准量1750亿 我们再看一下60分钟图 60分钟图 均线纠结后 向上发散 给出方向 我们说了 一般均线在某一个地方 纠结纠结纠结 不是上就是下 往上就代表给你方向 今天突破整个的一个上轨 那就已经给你方向了 指标多方掌控 强势表现 三角形突破 短期压力在2950 你说这为什么你要说这么一句 2950 记住了 我们还有一个指标 叫EXPMA 日线级别当中 它的压力位就在2950 我们说短期内有冲高 有回踩 突破三角形 必然有这么个动作 你记住了 你要说你我不会做 那你就拿着也就无所谓 但是你要会做的话 知道2950左右 冲上去考虑 回完了以后再起 它有这么个动作 所以咱讲的都是短的 一定要跟你讲明白 别说你看我听你追你去了 怎么转天又回调了 我讲了 它可能有这些 有回测支撑位的可能 回调站在买方 积极介入 你要说明天早上我店上追着 随你 你要说等着拉着回买 也随你 但是一般回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敢再买了 我们再讲一下 回过来 咱看一下创业板走势 创业板是均线纠结 短期上涨常态 明日的重要支撑位在2030附近 短期压力位在2140附近 那么离这个位置还有多少点 今天大盘 这个创业板应该是在2080多点 85 86的反正就差不多这个数 那么到那个点上 还有将近50多点 那对应它来讲 2%也是这个EXPMA 因为它现在的一个形态 不可能一次就冲过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头 将会有比较强大的一个压力 到达虚减仓 我这特别对创业板 讲这么一句话 因均线未走成多头排列 指标上在空方区域 高抛低息 上方压力较重 因为当时我们提过 在这一共10个交易日 每天的成交 都是在900亿以上 一共有9000亿的一个压力 都堆积在这个位置 今天说创业板墙 墙它并没有显出来 为什么 虽然是5% 但是它没有收复 前面这根阴线的一半 我们说这里头是墙中带弱 因均线未走成多头排列 尚需要高抛低息 量能大于上周基准量 量比上周基准量 大出将近快一倍 达到1100多亿 为什么 放出1100多亿 一定要考虑这问题 为什么要放出1100多亿 不都被套着了吗 为什么还有人在跑出来这么大量 它比上周的基准量 几乎会大出一倍来 我这提醒你 有人说这书版创业板 你自己看 我说你自己看 咱们来看一下创业板60分钟图 均线多头排列 均线多头排列上涨常态延续 而且在这一轮当中 创业板其实跌幅应该比其他的一些个股跌幅要大 它反弹一半都不到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供给量 因为真正的套牢区应该在这儿呢 为什么它在这儿 我这里打个问号 我只是打个问号 因为我并没有就说去特别的关注创业板这块 好 我们听完这段明日抢先报之后 我们回到现场 因为明天是股指期货结算 那么今天葛姐来了 葛姐一般就是它做股指 它这做期货那边 它是期货公司的 所以说我想听听葛姐 对于明天的一个股指期货的走势 您觉得对我们的一个A股 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每次到这之前 大盘应该是上下震荡 但是本周应该是股指期货结算周 阵幅其实很小 但是盘中感觉非常大 我想听听您怎么看待明天的一个结算 对我们的A股明天的一个走势 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实际上股指期货在近期的走势 已经有很多的一个不同 主要的不同有两点 一点就是说它率先指数 走出的比较强劲 我们在盘中可以观察 就是说盘中的时候 指数可能会一会儿红一会儿绿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股指期货率先翻红 也就是说它保持红的状态比较强 比较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它目前的这个近持仓量 已经显示的是近多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从股指期货的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 已经有偏多的这个迹象 那么明天的这个交割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平稳的 因为目前来讲基本上已经都移仓了 对已经都比较顺利的这么一个变化 就是一个是移仓还有一个价差也比较合理 所以我觉得明天不会引起太大的波动 因为这种现在我看了一下整个的一个逆价差 好像并不是像前一阶段这么大 我们说现在的一个逆价差应该并不是很大 我们说在前一阶段 尤其是像我们看到这个户深 相差只有一个点 就是现在期货和现货负一个点 而且是上证50也是负一个点 只不过是中正 而且都已经达到了一价了 就是说现在已经都超过了 实际上近期的走势 其实股指期货是强于线货的 对强于线货 是强于线货 那么我们说了 那这一次的一个平稳交割之后 您觉得是应该是在4月 4月份 现在我们看到多头采取的一个 净多头的一个状态 那么是不是对4月 也就是说3月中下旬之后 尤其是4月整个一个上半个月 这样的一个合约 产生一个积极的影响 因为现在过去的都成了净多头了 对实际上净多头状态 已经维持了好几个星期了 但是它中间有一些波动 就是说有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净空 但是总体的状态是净多比较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也配合我们刚才的 对于技术方面的一个分析的话 我觉得向上的可能性非常大 4月份还是有可期待的东西 好 我们听完葛姐的关注点之后 那么下面进入我们一个抽奖的环节 我们看一下屏幕 好 停 恭喜屏幕上这位观众 您将获得由飞科智能电器提供的 扫地机器人一台 我们抽完奖还得进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咱再接着聊 一会儿见 大家都做股票 可是排队长 英经高 选股难 怎么办呢 做股票就上大智慧 雍精低 下单块 一件有好股 大智慧手机板 全新上线 陆家嘴 上海主心 保护一号 U-L认证 私人保管箱 13亿人仰望 1万人遵向 3月26日全球公开 限量发售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做投资的朋友都听过一句话 会买的是徒弟 会卖的是师父 如何了解和分析 这个投资难题 今天只要发送两个数字 80到12114 每位朋友都能免费领取一份 KD三部买卖法 与一般的操盘系统不同 该方法不仅通过三部 就能轻松帮助判断买卖点 并且明确指出系统试用范围 使得系统操作简单的同时 大大提高了系统稳定性 到底好不好用 现在就发送短信80到12114 免费领取KD三部买卖法 拿到手试一试 投资市场不缺乏机会 但是你需要一个好的投资工具 KD三部买卖法 由传统KD指标衍生而出 经过了大量的数据分析 和操盘实战 如果你想提高交易稳定性 尽快发送短信80到12114 拿到方法学习一下吧 免费领取KD三部买卖法 方式是发送80到12114 好 欢迎回来 我们这有一个口播稿 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投资利器 有看投APP 强势来袭 专业投雇 在线点评 机构精粹 一手掌控 A股投资挑战赛 也在火爆的招募当中 赶快下载 有看投 投资的投 好 今天节目我们就到这 首先感谢现场的两位嘉宾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对节目的一个大力支持 愿您在明天的操作过程当中 圆满 顺利 挣钱 我们明天见